虽然这几日老师有乐呵呵好似中了彩票一般的兄弟 但也不乏愁眉苦脸的手足 八个哀声叹气了好久 虽然他未曾劝过老师将洪轩留下来以讨胜券 但的确没有想到 康熙会为了一个还没影的谣言 便将洪轩给放出了京去 如此一来 不论京里的局势如何的动荡 老师都不会有什么牵挂的 形势更是多了几分的随意 若老师果真安心于在荒岛上训练水师 那对自己而言便是彻彻底底的废弃了 毕竟八个需要的是一呼百应的陆军领导者呀 而十四呢 虽然算是八个一伙的 但毕竟与四二个是同胞兄弟 谁知道到紧要的关头 他会不会倒戈一击呀 而且最要命的是 十四好像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莫名的希望 总闹着要下基层 被打到西山火器营去 与工匠打成一片 还乐得屁垫屁垫的呢 八个忧心哪 经过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 军权竟然还是如花水月一般 遥不可及呀 而被八个视为与老师一样不大靠谱的十四得了信后 也是心交不已 想了一个晚上 最终还是决定学习老师的五里头和厚脸皮 派人给老师送了封特快专递 在信里也不征求老师的意见 直接大包大揽地告诉老师 阿入挪抵径之后 一切的事宜 他就姑且帮着老师费心了 老师不用特别的感激 没事的时候 送点吕送的土特产就好了 让老师看完信后 斜着眼想了半天 最终还是莫名其妙的一头的雾水 仔细算算 好似为老师发愁的就这两个人 而且还是自己的两个兄弟 无意外人 看来老师的人缘还真的不咋地 至少比起洪轩来 那简直不是差的一个档次 首先 上书房的师傅们便是舍不得洪轩 能将父母资质都欠佳的学上 教育成才 师傅的成就感 那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如今洪轩走了 他们以后还怎么去给人夸口啊 说正是因为自己的辛苦工作 才将半文盲家庭里的下一代 培养成了大清果的知识分子吗 听说康熙给洪轩布置了半年的作业 几个师傅一合计 便纷纷效仿起了英明的康熙 害得洪轩光是收作业单就是厚厚的实业纸啊 此外还有两大页的参考书籍的目录 可气的是 这些都不是作为惩罚 而是当作礼物送出的 洪轩还得按捺住郁闷之情 老实的道谢 武学师傅也舍不得洪轩这个好学生 不过有老实的亲自教导 他们倒不敢搬门弄斧地扬言日后考教洪轩的功夫 因此为了表示对洪轩的重视 便合伙给洪轩送了一把好的弓箭 这倒让洪轩高兴了一下午 而阿格索的奴才们也是对洪轩依依不舍的 洪轩走了 他们还得分配去伺候别的主子 就是继续留港待命 但在宫里谁也不敢有半分的懈怠 精神同样得高度集中 但却少了赏赐 而且若是出了小的差错 也没有主子帮着说情 于是当洪轩中午回阿格索休息的时候 便不时地感受到了忧怨的眼神 可是当回头确认的时候 却发现大家的眼神都正常如旧 弄得洪轩还以为自己的感官出了差错了呢 那人吉那知晓之后 那小嘴儿一连翘了好多天 一见洪轩就巴巴地问道 洪轩你不去行不行啊 洪轩可不知道自己老娘叛逃的心思 还在尽心地做着各种善后工作呢 不仅对那人吉那进行了安抚 要求他继续做好鹦鹉吸食阿片剂 还许诺届时一定会给他带一些稀罕的贝壳 洪轩和洪明也有些样样的 洪轩走了 自己这伙人的实力可是大大的受损了 以后面临的挑战不少 要知道洪轩虽然洁身自好 一般情况下绝不轻易惹事 但是一来有康熙宠着 二来也是更重要的 有老时那么一个护短的爹 大家总会下意识地让着洪轩两分 无形中自己这个小团伙便更具有气势 对洪轩他们流露出的不舍 洪轩也是同样欺欺的 但对他们的担忧 洪轩却爱莫能助 总不能提前去威胁一番吧 虽然洪轩认为非常值得一试 所谓实践出真知 但洪轩却没有头脑发热 上次考虑欠妥挨了板子 累得爹娘千里迢迢地进京 若这次再出乱子来 这万一连累的爹娘被赶出京去 那自己这个当哥哥的 又有什么立场去教育三个弟弟呢 因此一时间 洪轩便感受到了浓浓的 萧萧离别之情 弄得他比当初送齐木格和安安 他们出清更加的怅然 终于 虽然老师的官司还没有了结 虽然老师如今也没了君职 但老师还是以吕颂 需要自己去添砖加瓦为友 向康熙递交了礼经折子 康熙接到老师的报告之后 将老师叫到了钱庆功 好好地嘱咐了一番 还将洪轩从上书房叫了出来 当着老师的面 明白地告诉洪轩 若在吕颂待不惯 随时可以走人 并且当着洪轩的面 警告老师 不得阻拦洪轩回京 不能任意地辱骂洪轩 不能乱踢洪轩的屁股 听得老师忍不住反不到 我又不是后爹 老师既然不是后爹 那康熙自然便是亲爷爷了 因此便赏给了洪轩许多的珍惜的药材 还特意派了一太医随行 说是吕颂那里缺医少药 万一洪轩有个头疼脑热的 正好用得上 这让老师非常的耿耿于怀 直到离京那日 一瞧进队伍里的那个太医的马车 就非常的不爽 给奇姆格说道 哼 也走南闯北的 怎么没见滑马 为爷这么操心过 爷的身体还真是铁打的呀 听得奇姆格玩耳 此次离京 老师光嫉妒去了 没什么伤感的 奇姆格光顾着高兴了 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 自己更不会是泪洒成门 而洪轩因为不知道奇姆格的叛逃打算 在认为自己很快便会回来的情况下 与安安和三胞胎相见的喜悦 以及对吕颂的向往 自然压过了与同窗的离别之情 洪轩走的时候 将家在前山寨的黑狗留在了经历 全权负责他的酸奶生意 经过营销人员的努力工作 酸奶的广阔市场 很快的便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因酸奶没什么技术含量 找两个蒙古人弄点奶粉子 随便那么一搅和 新鲜的酸奶子便立马出炉了 因此各家的酸奶作坊 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了出来 只是各家口味各异 虽然有小的作坊 没有将腥味成功的去掉 但是善于朝里边 添加各种的千奇百怪的佐料 因此也不乏销路 虽然洪轩抢先的占领了市场 但竞争一激烈 这利润空间便不可避免的下滑了 酸奶又不是什么金贵的玩意儿 不论是包装的再好 也卖不出个天价来呀 不过这样的竞争局面 竟然是洪轩异手促成的 想上马酸奶作坊的人家 都是非大富大贵之人 真正有钱有实力的 眼里只有大的声音 自然不会将迎头小利放在眼里了 因此 多是家有蒙古亲戚的 殷实之家 想加入酸奶子的竞争 但蒙古与京城的交通 太不便利了 亲戚来往也不多 依靠走亲戚 顺便捎带货物的做法 便不大行了通 若是专程派人去蒙古压货 成本太高了 一来就输到了起跑线上 因此 有几家心思活络的 跑到老实的庄子上 去收庄户的福利奶粉子 洪轩制的后 便打起了原材料的主意 隆重宣布 向京城各大再见的 或者是准备修建的酸奶作坊 无限量的提供奶粉子 量大价优 小英子为此还专门给洪轩递过话 建议洪轩最好垄断原材料 必要时刻可以暂停 装户免费奶粉子的发放 至于学堂嘛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是很清高的 很少有人会将到手的福利 转手拿去换钱 因此小英子便略过了学堂 但洪轩却拒绝了小英子的好意 也又不是生意人 哪能脑袋里只装着银子 额娘赔了鞋板 都想让汉人喝点奶粉子 但目前还收效甚微 若做酸奶的人多了 奶粉子的销量自然就上去了 额娘也能少费些心思 再说了 若是咱们不卖奶粉子 总有人会发现这个商机的 难道你还能将蒙古的所有奶粉子 都捏在手里不成啊 因此在高瞻原属的洪轩的指导下 京城的酸奶租房 很快的就蓬勃发展了起来 据说连京郊附近的县城 都有人跑进来浸奶粉子 如此一来 不仅减少了奇木格的库存压力 还使得阿巴该部的奶粉子的订单 有了小幅度的增长 只是让装户少了些收益 当然徐公公和小英子 也没忘了改变装户福利的发放 取消直接发放干奶粉子 改为一天一发养奶的饮料 却能支持洪轩的奶粉子销售计划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酸奶因为保存不易 受季节的影响颇大 所以奶粉子的销量 并未能如洪轩预期的那样 一路疯涨 这让洪轩很不满意 责令黑狗负责产品开发计划 一定要多设计些奶产品 借此来带动奶粉子的消费 因此这次黑狗便留在了经历 工作任务重案 没有时间借工探亲 而洪轩自己也没有闲着 在奇木格紧张的收拾行囊的时候 一再着重的要求 亲自带一批奶粉子走 南边冬天一点都不冷 酸奶子可以一年四季都卖 不在南边建作坊 那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奇木格很有耐心的解释着 唉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叫人随后运来就是了 洪轩忙摇头 我们这次是走海路的 我又没有多少东西可带的 让这床空着太亏了 这次顺便带些奶粉子走 也能节约不少成本 正巧老实回来了 听到洪轩一心扑在前眼上 怒了 威胁要将洪轩送给九二个 洪轩也不怕 站在门口顶嘴道 阿玛若真的这么做了 那就等着那个阿布 来找你要外孙子吧 老实气劫了 自己这个儿子 怎么就和爱心觉罗不亲呢 康熙对他关怀备挚的 他第一个想到的帮手 却是窝尔锦盖拉普郡王 就算康熙打了他 这小子记仇 可自己为了他巴巴的跑回来 可这臭小子 还是贴着奇木格 可劲的气自己 于是老实便飞起了一脚 朝洪轩提去了 奇木格眼睛都没弹一下 早习惯了 老实的脚 若是能站到洪轩的衣服边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果然 虽然老实 抬脚出脚收脚 接一气合成 但却没有引起任何的涟漪 唯一不同的 便是洪轩从门口 跑到屋外的走廊上 做事 欣赏园中的风景 不过奇木格发现 老实的情绪 与往常不大一样 以往老实施交以后 机外两句便就算了 可这次 老实却坐在椅子上 大口大口喘着气 爷啊 你别担心 洪轩虽然喜欢银子 但却不是见钱眼开的主 他只是想打开奶粉的销路 你也知道 马上就快两年了 寻常汉人 依旧不喜欢喝奶粉子 若届时 不再给薛糖免费送货 怕也没有人会乐意买的 若酸奶的销量能上去 咱们也能少贴不些钱 阿布心里也能好受一些呀 老实听后更郁闷了 自己的仗人 怎么轮到洪轩来献殷勤了 这不是抢了自己的风头吗 真没见过这样当儿子的 于是老师当场 好气冲天的告诉秦木格 奶粉子继续免费派送十年 不就是缺银子吗 太简单了 回头就带人去海上转悠两天 保准将前五年的货款 全都抢够了 听得秦木格直翻白眼 无语以对呀 不过当来到天津码头 看到洪轩亲自盯着奶粉子上船 老师的心里贼舒服 当着码头全体员工的面 大声的夸奖着洪轩 洪轩不错呀 阿玛一定要写信 告诉你那个阿布 也就是你那个外公 告诉他 你对他的事有多么的上心 那可是时时刻刻 都将他老人家放在心上 不错啊 再接再厉 不可谢的 洪轩有些不解的看着老师 心想 这阿玛怎么了 我一直叫着那个阿布 难道还不知道 那就是我外公的意思吗 老师才不是说给洪轩听的呢 他故意这么大声嚷嚷 就是想让康熙知晓 心想 哼 叫你冲你孙子 不搭理你儿子 瞧着你孙子 对他的外公才叫八心八肝呢 盛传后 对康熙偏心眼很不满的老师 憋不住心中的愉快 对着秦母阁的耳朵 悄悄地告知自己对康熙的报复 看着花啊 晕不晕 秦母阁皱着眉头 看着老师 爷呀 你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和小孩一样啊 你怎么跟洪轩争宠呢 难道你还希望 花马将他一招回去啊 洪轩若是真的生病了 怎么办呢 说完还摸了摸老师的额头 没发烧啊 怎么做事这么不靠谱啊 玉儿他们都不像你这么不懂事 老师很郁闷 憋了半天说道 废话 爷对这帮小子还不过问的少了 他们还有什么不满呢 看来缺少父爱的童年 给老师留下了心里的阴影 还真不小啊 秦母阁想了想说道 爷继续努力 当个好阿玛 这样呢 你儿子长大以后 才不会小心眼的去故意气你呢 老师不服气 爷什么时候小心眼了 你自己说说 我走南闯北的 花马什么时候问过我 激了渴了的 别说赏药材了 叮嘱过我多带些常备药美 好 就算爷壮士 惊得起摔的 那九哥呢 九哥这次去蒙古 花马给他派胎医了没有 秦母阁好笑 爷你说的都对 但你一定要记住了 你是红轩的阿玛 这些抱怨的话 是由九二个来说比较好 老师样样的闭了嘴 也觉得自己有些无趣 都这么大人了 和自己的儿子争什么争啊 秦母阁见老师 搭了着脑袋 便笑了 爷 花马不心疼你没有关系 有我心疼呢 等孩子们长大了 他们也会对你 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没准届时你还觉得他们烦呢 老师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自己只是一时不服气罢了 没想到却被秦母阁上纲上线上 当下便红着脸 争辩闹 也只是有些担心九哥 九哥一直养尊处优的 骑舍在我们兄弟中也是平平 他此次去了蒙古 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那份辛苦啊 是啊 连通个信啊都不方便 秦母阁本还想说 害得如今连满批究竟是何人之使 给阿片开吕灯都没个头绪 但又担心老师说自己过于功利了 并非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九哥 便将这话给验了回去 而老师原本只是找了个借口 但说着说着 却真的担心起了九哥来了 哎呀 九哥这段日子也没来个信 他到底到哪了 你说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难道真的生病了 而茫茫的草原上 正电闪雷鸣 倾盆大雨 瞬间而下 虽然侍卫们迅速地搭起了帐篷 但是因为阵雨来得过于突然 九阿哥还是给林成了落汤鸡 此时正在帐篷里打着喷嚏呢 阿如诺总算没有让九阿哥失望 说是眼下身体不适 不宜远行 等身子养好了 再去经理走亲戚 再去经理走亲戚